辛苦在外打拼的时候不要忽略了你最爱的人 世界上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我爱你 而是我一直在你身边 每年春节忙碌了一年的农民工兄弟 在家里经过短暂的休息又要重新出发 许多夫妻又将面临两地分居的寂寞生活 但是今年 我却听到来自老家的和往年不一样的话题 伯父告诉我 村里许多年轻人如今宁可少挣点钱 也要回家乡打工 原因是要守护着留守的老婆 不然自己的老婆 就可能成了别人的乡村二奶或乡村小姐 今天的乡村少了些质朴 多了些分杂 那些传统的优良民风 随着现代开放的风潮再逐渐远离我们 俗话说 兔子不吃窝边草 可如今一些坏兔子专吃窝边草 搞得那些留守妇女的丈夫在外很不安心 整日忧心忡忡 村里的洪水山在福建打工 从年头忙到年尾 本来老板留他在公司过年 说有过年的补贴和三倍的工资 可他无论如何也要回家过年 农历十二月念妻 他坐上了回家乡的列车 行囊中有他为妻子 孩子 父母买的衣服 今年他为妻买的礼物最多 因为他觉得妻子为这个家留守在乡村 吃了太多的苦 父母年迈多并需要护理 孩子上小需要看守 还有五母责任田耀仲 当他风尘仆仆赶到家时 一家人高高兴兴过了一个团圆年 然而他没有想到侄子的一句话 让这个家庭发生了质的变化 那天 洪水山去哥哥家 他给六岁的小侄子压岁前 拿了红包侄子可高兴呢 忽然轻轻地对洪山水说 叔叔 我给你讲个秘密 你保证不能给任何人讲他对侄子说 好的 保证不给任何小侄子告诉他 沈山常与村里的荆山伯伯睡在一起 洪水山一听就猛了 荆山是个泥工 他在县城当小包工头 年龄比他大十多岁 如今他家在村里是比较富裕的一家 在村后建了一幢小别墅 还买了小车 据说不少留守妇女都和他有一腿 洪水山曾经就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没想到果真 他相信侄子的话 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可他想不通的事 父母应该也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不告诉他 当他问父母时 父母一再坚持说是没有的事 别听外面乱说 当洪水山说出是小侄子告诉他的时 他的老父亲才无奈地说 你准备咋办 洪水山斩钉截铁说 离婚 老父亲摇摇头说 算了吧 孩子 离了 你就得打一辈子光棍 你上有老下有小 谁还愿意嫁给你 如今娶一个女人少也要八万元彩礼 你拿得出来吗 说句良心话 这几年苦了你媳妇 里里外外都是他一个人办 你一年到头不在家 有几个年轻的人熬得住 我劝你还是回到县城去打工 这样每天能回家里住 钱虽然少些 但可照顾家里 夫妻团聚啊 洪水山计痛苦 又纠结 一时不能面对 劫后他还是绝望地踏上了回福建打工的路程 村里还有一位叫欣欣的年轻人 回家过春节就是和老婆拿离婚书 去年春节的时候 欣欣没有回家 把妻子接到了自己打工的地方团聚 小两口已经快一年没有在一起 小别盛新婚 一天 妻子去市场买菜 被当地查流动人口运检的人 给抓去做还运检 结果被查出怀孕了 当欣欣接到这个电话 让他到寄生服务站去陪着妻子做流产时 欣欣顿时就崩溃了 他一年都没和妻子在一起 妻子肯定是留守在家被别人给破坏了 欣欣强忍着悲痛陪着妻子做人留 三天后 他一言不发地把妻子送上了开往老家的列车上 无论妻子如何哀求 他始终无法咽下这只恶心的苍蝇 当着妻子的面 他打电话通知月父母 告诉他们他要和他们的女儿离婚 后来 欣欣知道了妻子经常去村长家打麻将 有人告诉他是村长把他老婆祸害了 据说村长祸害了不少留守父母 于是这个春节 他一心等着的就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上班 把婚离了 然后逃离这个让他做噩梦的村庄 说兔子吃窝边草 村里的扁嘴吃窝边草就吃得让人恶然 弟弟在外面打工 他竟然和弟媳妇黏糊糊的在一起 被弟弟发现后 这一对男女却私奔了 后来这女人和丈夫离了婚 却成了扁嘴名副其实的二奶了 而扁嘴的弟弟至今单身一个还要带着一个孩子 如此桑门败户的事也出现 村里的年轻人更是成皇成皇 要不和老婆一同外出打工 要不在本县打工 守护老婆 亏一般可见全报 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一个村庄 在农村怕有一定的普遍性 总观各地报道 这样的事也无限的心 在一个女性扎堆 男人稀缺的地方 恶分也会变成女人的红像 生活新报曾报道 那现代西门庆与十余少女流染 被村民乱邦打死的事件 这位叫杜凤华的农民 之所以能够对这些妇女为所欲为 是因为男人赖出打工之后 该村慢慢成了寡福村 留守妇女威势的力量 抵不住一个客户的冲击 一些留守妇女将杜凤华 证明始终以蹂炼 她们的肉体为目的乐困 最后却看成了精神和身体上的衣服 我们不能完全归罪于 这些留守女人的作用 我们的社会应该反思反思 打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 在全身边 共享天文 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 全国有八千七百万农村留守人口 其中有四千七百万留守妇女 胡与胡与是谁让这四千七百万留守妇女 变成了名图其实的广子呢 当然是城乡二人割裂的体制 所以叫她们体制性价格 与丈夫一同去打工 孩子没人看管 怕荒废了孩子的未来和前程 在家管教孩子 自奉公婆 又不能和丈夫在一起享受天文之用 航气的性压抑 让她们喃躁而交流 她们就是这样艰难地忍受着这种痛苦的生活 繁重的体力劳动似乎还不难承受 让她们更加难以忍受的是长期的性压抑 尤其对于处于性欲望盛期的年轻妇女来说 性压抑已经成了她们感情生活的一大部分 当然 有四千七百万留守妇女的性压抑 也就有相对应的另一个数字 她们的丈夫在外打工同样有性压抑 一个在城市 一个远在故乡的乡村 过着牛郎之女的生活 白天 她们忙着挣钱 夜晚 她们很孤独 无聊 耐不住寂寞 就去找小姐 中国性科学杂志 判登了国内首份农民工性报告 在她调查的800人 有15.82%的人 接受过小姐的性服务 有24.53%的人有婚外性生活 有23.9%的外地农民工有性压抑 有了性压抑 偷有多达64.71%的人 有不良情绪和替代行为 什么苦都能受 唯有相思受不了 性压抑带来的煎熬 已经引发了另一种社会问题 离婚 有资料显示 在众多的离婚案件中 发生在外出物工或经商人员家庭的约战巴时 外出物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 缺乏思想沟通以及性交流 造成感情疏远 久而久之婚姻难以维持 而留守了妻子 成了别人的乡村二奶或乡村小姐 已成为当今离婚的重要之因 社会是由千千万的家庭组成 如今一个个家庭破裂 离婚当然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所以今天一些农民工兄弟选择留在家乡 守护老婆 守护家庭 不让自己的婆娘成为乡村二奶和乡村小姐 换来的是沿海地区又一轮的民工方